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也能想得到 对吧 它的基本价是什么呢 气体分子通过碰撞达到并维持一个平衡态 碰撞以后 它最后宏观的量都不变了 但是它微观量还在变 它只是做了一个动平衡而已 就是说它微观的每一个粒子的速度 都经过一次碰撞以后都会发生变化的 但是它的分布是不变了 分布不变了就到了平衡态了 就到平衡态 那么到平衡态的时候 它的假设是什么呢 这时候的分子的位置分布和速度分布 都不随时间变化 那么分布不对时间变化 它的宏观量就不随时间变化了 这还好说 然后它的位置分布是平均分布的 就是说比如这空间这么大 粒子在空间上任何一点 它的分布都是等级去分布的 但是它的速度分布 服从高次分布 这是当时它的假设 是出来的 那么我们怎么确定它的分布函数 我们把这个假设再弱化一下 我们位置的分布还是平均分布 这个事件的证明 要等到波尔格曼的假设出来以后 可以证明 那么速度分布 为什么是一个高次分布 我们可以推导 那么推导的话 就是基于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都是比较一目了然的 那么第一个东西就是说 它是各样同性的 就是说这个速度 在任何一个方向 它的几率密度是一样的 不变 那么一样的话 它的这个速度分布 就是F是VXVYVZ 这两个随机变量的函数 对不对 那么我就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当然要注意 刚才有同学问 这个F和这个F的形式不一样的 这应该写成F' 对吧 就是说 由于它的 它各项同性的话 我就可以加一个平方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你给它做一个速度上的繁衍 是一样的 就是说 把这个VX换号以后 VY换号 VZ换号以后 它的那个几率密度值不一样 这个值怎么算 就用这个 在这里面就用F算 这里面应该用F'算 这个'和F'不是一回事 那么 那么写的比较 更科学一点的方式 就写成这个 就是VX平方 VY平方 VZ平方 我就写成G 就是GVX平方 GVY平方 GVZ平方 这个函数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就写成这个 这是方向独立的 这是一个假设 另外一个呢 实际上 原来我认为是个假设 后来 某些人 就是前几届的学生说 这不是一个假设 这是一个数学推论 数学推论 就是说分布函数的 分布函数 它是沿镜向指数 指数减小的 那么这个 也就是说 从数学表达上 就是这种表达 它最后是一个负α 这α是个常数 那你是首先 对这个东西 两边求那个对数 就是自然对数 那么烙印F 就等于烙印GVX平方 加上烙印GVY平方 加上烙印GVZ平方 对不对 然后我对这个形式 两边求偏导数 比如说我求 先求这个 对VX平方的偏导数 那么写出来以后的话 你这VX平方 你带进去以后 这是VY 这是VZ 这两个都没有了 对不对 那么就是对它做偏导数 就是这个 那么同时呢 我在方程的 这个左边 对VX做偏导数 我可以写成什么 对V做偏导数 V平方做偏导数 然后V平方 再对VX做偏导数 对不对 那么这是方向独立 所以这是等于1的 对吧 那么这个等于写下来以后 就得了 这个方程右边 对VX平方数 就可以写成 偏烙印F VXYVZ 然后偏V平方 这边呢 这边呢 就是偏烙印GVX平方 偏VX平方 对不对 当然你这种操作 对于这个VY 对VZ做偏导数 是一样的 所以你最后 就写成这个形式 就它 这个F 对于V平方偏导数 就等于 这个烙印G 对VX偏导数 也等于这个烙印G 对VY平方 做偏导数 也等于 这个烙印G 对VZ 平方做偏导数 那么由于VX VYVZ 是相对独立的 就相互独立的变量 那么这个式子 成立的唯一可能性 是它等于一个常数 对不对 这是数学上的一个论断 因为它这个XYZ VX VY VZ 都是一个独立的 所以你要让它 在这个式子横成立的话 那么一定 它这个数 应该等于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常数的话 等于常数 为什么呢 在实际情况下 这个粒子概率密度 是盐镜像是减少的 所以我给它加一负号 就完了 所以这个 这个就不是一个 基本假定 这是一个推论 这是一个基本假定 这个假定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学长不变性 就各项同性 然后第二个假设呢 这个分布函数 是盐镜像指数减少 这是一个推论 那么推论就是这么来的 就这两个 它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然后它呢 又可以写成一个这种形式 这两个加起来 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粒子 在这个速度里面的分布 就可以推导出来了 你就解这个方程就是了 对不对 那解这个方程的话 你可以解这个方程 你可以解这个方程 一个解这个方程 解这个方程的话 就得到这个 这个I可以是XY XYZ 那G就是写成这样的形式 对不对 那么这里有两个量 带确定 一个是平均值 μ 一个是σ方差 对吧 那么平均值很容易确定 对于一个各项同性的速度分布的话 它平均值是等于零的 你可以算 对吧 你可以知道它是等于零的 对不对 所以呢 那 那 u就等于零 那 vi的平方 vi的平均值就等于零 就是各项同性的速度分布要求 对不对 那么 也就是mu 马上就知道了 现在就要算σ 那么σ是什么呢 这怎么 我们知道从定义来讲 就是vi平方的平均值 减去vi平均值的平方 vi平均值的平方 等于零 这就没有了 那么vi的平方是什么呢 我可以写成这样 我这除一个m 这里面乘一个m 这乘一个2 这除一个2 这括号里面就 1分之1mvi平方的平均值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它的 这个粒子的平均动能 对不对 那我们从这个理想气体 状态方程推导出来的 粒子的平均动能 和它的温度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那么粒子和 在这个方向的平均动能 这x方向 或者i by方向 或者z方向 在一个方向的平均动能 等于什么 等于1分之1kbt 那我就把这个 这个平均动能 等于1分之1kbt带进去 带进去以后 那么我们就把σ平方 给求出来 对不对 那么σ平方 等于什么呢 就是m分之kbt 把这个带进去 那么就得到这个 这个就是 在一个方向上 xyz的任何一个方向上 它粒子的速度的分布 这就是 它这个速度值 它是分布 对不对 这就是max bar的 三方向的速度分布 那么三个方向 因为方向上是独立的 所以在x方向的分布 y方向分布 对方向分布 是独立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问 这个粒子 它的速度 在x方向是vx到vx加dvx 在y方向 是vy到vy加dvy 就是这个小区间 就在这个壳上 z是从vz到vz加dvz 这个方向 这里面的概率怎么写呢 那概率就是 因为它是独立的 所以就乘起来 乘起来就是这个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 就是在三维系统中 max bar的速度分布 对吧 这是 那么这个 大家一看是什么 这就是一高次分布 对不对 这就是一高次分布 所以max bar 速度分布 它是满足高次分布的 但是高次分布里面 有个sigma 有一个平均值 我们的平均值等于0 那sigma呢 是用这个温度来代替的 温度和质量来代替的 那么 这是温度 是质量 路在这 这个质量 是温度 这个东西 别的不用背 这个你们都要用 这个是这样 得要记住的 这个推导过程 不要求你们记住 但是这个是 太基本的一个公式了 这个是需要记住的 这是max bar的速度分布 那速度分布有几个性质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它的极大值的位置 那肯定是V等于0的位置 对不对 你从这里就看出来 因为这有个负号 所以它极致位置是V等于0 那随着V的增大的话 它F是减小的 它的概率比重是减小的 那么这个max的速度分布 就用Fm 大m来表示 是减小的 这是一个 这个很好 从数学形式上 一看就看出来 那么数学形式还可以看出 不是一看就看明白的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的 系统的温度增加 它的分布会是怎么样 如果温度增加一倍 它会往下塌一点 那么 在平均值左右的话 它的几率反而会减少 因为它的总的积分要就等于1 对不对 这是一个性质 就是说 在高速的粒子的 发现高速粒子的几率会增加 那么低速粒子的几率会减少 这是一个 那么第三点呢 这M在肩膀呢 在这儿 对不对 那随着M增加 它和温度的效果是相反的 随着粒子质量的增加的话 它会变尖 这是一个性质 对吧 那速度分布就是 实际上就是高速分布 因为我们推导的 那个argument呢 实际上就是 推导就是两点 一个各样同性 各样同性就是 我可以把它写成平方形式 第二个呢 是指数衰减 指数衰减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对吧 在这两条里面 你做一些数学的处理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就自然而然的 就得到了高速分布 然后你分析这个高速分布 这几点性质就有了 第一 它的平均速度等于零 这是最大的 最大速度的时间 它是各样同性的 它的平均值一定是等于零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 随着温度增加的话 它速度大的 它的分布会往下趴 那么速度大的 找到速度大于某一个值的 那几率会增加 速度在零附近的几率会减小 第三个是质量 那么质量增大的话 它会变尖 那么找到速度为零附近的 那个几率会增加 而速度大会减小 这就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